随着老年化的来临 为了服务照顾每一区的长者 以及生脏朋友们 由基隆市政府社会处主导 委由伊甸基金会经营管理 为在仁爱区华二街三号的 仁爱辅具便利站正式开幕启用 完成市政府规划在各区 都有定点辅具服务的计划 基隆市坦白讲 这个老的比较快 老的比较快 那如果再加上我们生脏 大概是领生脏证明 大概两万一千人 如果我们把这个老的人口 跟生脏的人口加起来的话 大概我们的人口比 大概在我们全基隆市 大概将近25%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是说 大概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 这个因为老 或者因为这个身心障碍 失能的关系 他需要辅具的一个支持 是我们最后一笔路 等于说我们七区的一个步点 全部完成 全部完成 那我们仁爱区 是我们的一个最后一里路 我们把它步点完之后 等于是大功告成 中心这里呢 可以提供辅具之外 那伊甸基金会 目前在基隆区 也有办理非常多的 身心障碍的服务 或是老人的服务 那所以进来到辅具支援中心 除了辅具之外 我们还有其他的服务 也可以一并提供 由于仁爱区要设置 辅具便利站的地点 并不太好找 因此最后社会处选择 在华二街三号 用租房子的方式 成立仁爱辅具便利站 也获得议员的认同 我们仁爱区是全基隆市 老年人口比例最高的一个区 那我们有达到22% 其实基隆市超过全台湾的平均 那仁爱区又超过全市的平均 所以对我们仁爱区来说 我们在提供我们辅具的服务 是非常有必要性 然后加上我们这里 是属于失求无理 失求无理的老年人口 比例也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在座的这些里长 都非常用心在服务 我们在地的这些长辈 营法族 那我们一直非常希望 基隆市可以成为 友善温暖的营法城市 也有议员认为 未来市议员选举 可以增列身杖保障名额 让身杖朋友成为议员 相信可以为身杖朋友们 争取更多符合身杖 以及行动不便 长者的服务和福利 毕竟仁爱这个便利站太小 真的太小 我想我们未来会找一个 比较适当比较大的地点 我想我们跟同意园 我们会共同来努力 希望说未来真正能够提供我们所有身杖人士 能够很方便的 能够比较大的这个福气中心 能够让大家来接用 那我最大的希望是说 我们未来 像不敢是哪一个政党执政 希望真正能够来重视 我们身杖朋友 所以我未来我希望说 我们身杖朋友 可以比照顾女 可以比照原住民 在县市议会的名义代表 有所谓的保障名额 来真正的能够落实 来帮助我们身杖朋友 仁爱辅具便利站的开幕启用 也完成了机动室辅具资源服务 据点计划的最后一块拼图 有需要的民众都可以来这里 租借辅具或是辅具咨询服务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